郭开吓坏了 赵人最恨的就是叛徒 自己这会儿去劝详 还不得被生死了 郭开虽然怕赵人 但他更怕秦军 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 可他刚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慷慨激昂的 要跟秦军决斗 这不找死呢吗 王叔一见这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 抽刀就要砍 没想到郭开自带战神buff 果断割开了王叔的喉咙 这波极限反杀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但这点战绩 对郭开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没想到大臣宁愿自己抹脖子 也不愿向秦国投降 死的是忠良 跪的是宗亲 而站着的却是个小人 尚将军 照国到其缓缓落地 这个曾经让婴正保经摩ıld的地方 终于病入了他的领土 曾经欺辱过他的人 也成为了他的子民 由于秦赵素有世仇 赵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为了稳定大局 婴正亲自来到邯郢 是要将赵国彻底收入囊中 大王到 嬴政大步走进宫殿 就跟回家一样 而赵王和太后却只能跪在臣子的位置 连个头都不敢抬 此王座不负存烟 嬴政坐着人家的王位还不忘扎个心 不但把赵国的发展史仔细盘了一遍 还替人家祖先惋惜了半天 大王顺应天使 荡灭赵帝 赵国已归附大王 国开拍完马屁 就疯狂给太后识眼色 该你上场表演了